2023年的第一个冬天 好冷啊 现在是早上11点半 马来西亚是摄氏30度 再过几天我就会飞去冬天的地方 在这之前 我们现在就要开车从吉隆坡去到槟城 因为我们在槟城有pop up 在还没有工作之前 先带他们来吃一下冰箱很著名的芋头饭 我点了这个叫Galas水果 等了20分钟 哇终于来了 这碗汤里边有猪肉圆 猪肚猪肉 还有芋头饭 今天的主角 然后这个 一定要吃 我们现在就是位于槟城的地标 也就是槟威大桥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海上面的桥 到底是怎样接的 那边就给个Sample 应该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就打地基下去 是,它是传来的 你看上面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水利车 对对 他们要开另外一个桥 看起来有第二个桥 第三个桥 Sorry 不然各位 这样子都会遇到朋友 你就知道冰沉有多小了 所以,这个pop up就是我们每一次年尾在圣诞节这个时间都会举办的一场pop up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我的老家是槟城,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后来去吉隆坡创业 最近真的是一年回来的次数是少之又少 可能比较长的就是过年这个期间可以在家里陪陪父母 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很内疚,可是我很少在相机面前提起的 不说了,大家都在忙我就去工作了 我们的这个pop up的巡回,接下来会去柔佛北京,然后上海 我到时候人会在那边,不见不散 虽然说今天只是平安夜而已,可是我的脚上的鞋子 就已经穿着户外的牌子,叫做Colin的华人新年特别系列 因为圣诞节,洋人过年,华人过年,这三个节路是连着去的 只是我的脚步有一点点快 这双鞋子的型号是叫做Move,它整体的设计语言是比较偏向户外鞋子 很老实讲,在一开始我听到它是华人过年特别系列的时候 我的刻板印象就是它一定是红色的 结果它却不按传统的诠释方法来做 整双鞋子其实是有深浅不同的褐色的脊皮来做一个组合 然后在鞋头的部分有着一个深褐色的橡胶的材质 一来可以保护脚趾,二来它是比较耐 上面有着一个细细的红色的线条 看起来就比较喜感喜气洋洋一点 听说最近你有研究风水是不是? OK啊,有啊 明年是龙年对不对? 对 是什么龙年? 木龙,甲城木龙 啊,木龙年,明年是甲城年 地质为龙为龙,天气为奖,新鼠木 什么都完全了? 刚刚我讲的那些全部都是Google找回来的 明年对属猴的人不好,因为喉咙会痛 这双鞋的colour的inspiration是 就是木龙年来做inspiration 哦,你知道什么还有木龙年是做inspiration吗? 什么? 还有D&D 所以这个不是风水啊? 不是啦,不一定是风水 它是以前古代中国人用来记录时间跟日期的方式 就是十天干跟十二地址的结合 开始听不明白了 这就解释为什么这双鞋子不是红色 而是由不同的褐色来组成 我告诉你们我们的pop up不是在这里吗? 然后距离我们放库存的这个藏裤啊 就是要走过这段楼梯 来到这个帘子后面打开 就是我们的藏裤了 所以这几天如果有顾客要衣服试穿的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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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一车是在 Singapure 然后在上海 好,谢谢 Thank you 現在是早上七點鐘 我們已經到上海的普通機場了 已經很久沒有體驗到這種冬天的感覺 不管是心理上或者是物理上的準備 我都還沒有做好 所謂物理上還沒有準備好 就是指我身上只有這件很薄的外套而已 厚的我竟然忘記拿出來 全部都是在心理箱裡面 厚很多了 出來室外感覺更冷的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是在上海的街邊 我突然想起這一次是我2023的第一個冬天 估計也是最後一個了吧 因為下一站就是要去北京的pop up 所以時候就會更冷 現在只是7度而已 我就已經受不了了 我帶了回京手套 so wish me luck 大家不懂還記得我上一次來上海 在冬天騎車去玩的時候 不是玩得很開心嗎 結果一上海 我就直接在這裡買了一個車架 然後擺在朋友家 就想說這一次冬天來我是可以騎車 我千想萬想都沒有想到這個想法 其實有點意想天開 因為我買了車架 就完全沒有時間去煮它 去看零件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騎這台加拿車呢 這一次來上海最主要就是來參加可龍的活動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我身後他們的墊 有一個擺設 這個就是一個大型龍的編制 你可以看到龍頭在那邊 然後尾巴在這裡 其實讓我滿驚訝的就是 當我進看的時候 他既然是大量用了這種登山的繩子 跟傳統的這種編制的材質 給參雜在一起 有一點新跟舊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過來最主要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有關於潮流啊戶外啊一些時尚的東西 不過最開心的是我可以跟一個人同台 哇還有跟這個Confi Outdoor聯名 還有這一件 哇這個顏色帥 這一雙Move我已經穿了一個禮拜左右 我可以建議大家是拿回原尺寸就好 穿了US10的話腳趾也還有一點活動空間 然後腳桿的話一開始的第一天 我是覺得它是偏硬的 可是在穿了第二第三天過後 它就開始慢慢break in 然後是軟中帶有支撐性的感覺 那說真的我現在基本上出國 一般上不是穿這種休閒的戶外鞋子 一來它很適合我的穿搭風格 二來它的功能是可以滿足到我的日常需求 雖然說它的鞋面是一層幾皮 可是在幾皮的背後是有一層GOTEX的 所以它是防風又防水 我穿到任何的環境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而且而且我身為消費者 當我看到鞋底是用上vibram的底過後 我就會信心十足 基本上防滑功能是不用我去擔憂的 今天我跟昌老師其實是來這裡騙食麵喝的 對的,不來騙食麵 這一個是拍給阿尼爾看的 羨慕嗎? 快進來,來救你 快進來,來救你 還有,千萬不要再介入了 最後一次,叫營水 我去看你 甚麼時候的水壁 喝的,熱水 像嗎? 我會覺得嗎? 不算你